後衛時代有各樣的品牌香氛 你為什麼會對Manyway Garu的這個香氛品牌特別情有獨中 我想身為女人沒有不愛香氛的啦 這是一定的 那其實今天我覺得我自己做了一個女人跟專家之間的角色的切換 我覺得對於很多台灣的女性朋友來說 女強人好像跟女人味是沒辦法畫上很好 但是我覺得其實是可以的 那從什麼地方開始呢 其實就是從一個小小的地方 就是從香氛開始 所以像我自己從以前年輕的時候 到現在還是很年輕啦 我自己說啦 就是我一直在找尋我自己專屬的味道 我相信每個女人也都在找 那這個專屬的味道呢 到我年過40之後呢 我終於找到了 就是我不要那種很濃郁很搶戲 或是很讓人覺得有威脅性很強勢的味道 因為我自己的工作或自己職場上的形象 已經給人家這樣的先入為主的感覺 所以我現在選的這個香氛 我特別選的喜歡平易近人的感覺 但是這個平易近人的感覺呢 又在能夠跟大家交朋友的過程中呢 卻讓人家感覺到有一絲難忘 就是那個記憶點 那個香氛的記憶點會讓人家過筆難忘 這樣的記憶點 所以我終於找到它 那其實這一瓶的香氛 在台灣應該是這個品牌第一次亮相 我最早最早是在法國的巴黎的街頭 那個時候剛好我出了一個十天的外景節目 然後在那個巴黎的街頭上 當然在一線的戰場上 我們看到像Chanel像Hermes這些知名大的品牌 香蟹大道上 可是很神奇的是 在一線品牌林立的大道上 就只有一間店 就是Angaro這間店 特別吸睛 我不知道當初也許是緣分 就是為什麼會吸引我走到Angaro店 結果我一走進去 那個腳就拔不出來了 就是被它那種感覺 這個就是我的香氛 這個就是我在尋找的那個味道 我完全被它吸引住了 對對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今天能夠很開心 就是不管是以女人的身份 台灣的身份 還是任何的身份 就是我覺得Angaro能夠來到台灣 會讓大家會 就是掀起一股對香氛的一個衝擊 你們會很喜歡這個味道 我至於怎麼樣去放鬆你的心情 其實我很喜歡運動 那我的運動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 我的運動是騎馬 對騎馬運動 所以我有養一匹馬 我有養一匹馬 對對對 然後 就是您最愛的那個 運動是騎馬 對 您最愛的那個鳳眼男 對它暱稱鳳眼男 因為現在媒體不是都會講說 例如說跟眼鏡男約會啊 跟什麼男約會 對不對 就是比較八卦一點 那我就自己給我的馬 取了一個名字叫鳳眼男 因為我大概三天就會跟他約一次會 所以也算是我男朋友 這樣 對 欸鳳眼男很帥喔 超帥 超帥 德國人 德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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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身高一百八十公分 對 超帥 腿超長 其實今天記者會本來也想把他請到現場來 對 你知道有種種的困難 對 而且因為香水才是主角嘛 所以就不好意思啦 下次有機會再請各位媒體 各位朋友們可以到馬場去看一下我男朋友這樣 好的 好的 謝謝